这次我要介绍 Power BI一个自动分析功能 自动分析 各位知道什么叫自动分析吗 自动机器 对我们家有没有机器人 我上次连到我们阳煤区公所 我都看到机器人在我面前 请问一下你来这边要做什么服务 听得懂吗 然后你需要喝水 这样了解吗 然后那个机器人 我觉得医院应该也慢慢会需要这样子 他会到处去找谁 谁需要 看起来是需要服务的 那我现在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下降 所以我们通常会看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想到说 哪些医院在下降 哪些限制别在下降 哪些分区组别在下降 对吧 你觉得这些东西下降的比率是多少 这些你觉得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了解 他这边直接有这个功能 好 滑鼠右键 来自动分析 滑鼠右键请点选 这个2013年 然后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这就是自动分析 他说什么 请问一下 全国指标值一减减少35% 你觉得好不好 请问你的薪水要是增加35% 你会不会晚上做梦也都忘到 你很高兴 会吧 这样听得懂 好了 那接下来他这边说 这边有很重要的几个 几个 因为他这边2013只有四个季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2012他在这个地方 2013的像例如说 2013就是这个三蓝色是2013的第一季在这里 还有2013的第三季在这里 第四季在这里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 第二季应该在这三个圈圈的里面叠在一起了 知道吗 你就看不到了 叠在这里面 而且他比较小 好 不过重点是 有没有看到他的差别 哪一个季差最多 这个 2013年的第三季 可以吗 听得懂 就是这四季都有差别 但是尤其以2013年第三季差最多 就是掉的最多 那这是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关注 再来 如果以那个业务组别 有看到吗 2013年有看到 大家都在这里 大家几乎都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这就没什么好讲 因为大家一起掉 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是制度面上面的政策了 是大家嘛 对不对 好 可以吗 所以就算说你讲台北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这边有六个 六个点 好 有看到 以县市别来说 有看到 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 县市别以宜兰花莲桃园高雄连江 这边的表现 有看到吗 他就直接帮我讲说 像什么 新北市的板桥区 还有那个高雄市的三明区 三明区是那个登革热 登革热比较 比较 就是多的这个行政区 桃园的中立区 好 有看到吗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以数量来做计数 好 这以上是自动分析 就提供给你参考 你看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你只是画了这张图 然后你就可以产生自动分析 以上 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就是自动分析 你大概可以了解 请问你觉得主管 主管这边是不是也会很好奇 2016他就会想要去看说 分析说明减少的情形 你看看跟2013年 这隔了三年之后 是不是有什么差别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进一步来去观看的 然后比较这个现象的差别 好 好 好